陈丹青老师 丹青兄请来 是为了一件特别的事 为了一个死去的人 这个人一说 大家就知道是沐昕 我觉得丹青 在中国回到中国之后 做的很多事都让人议论 甚至是有一些让人不理解 其中有一件 就是关于老人沐昕 你看 以至于我对他的陌生 我连他真名字都不知道 他叫什么 他的笔名叫沐昕 小时候叫孙朴 然后还有一个名字叫孙杨忠 然后在中年以后 起了这个笔名叫沐昕 他自己起的 我这次看到 丹青兄的一些笔记材料 我才知道约略了解一些 沐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 我觉得实际上 我也听过很多人 对你的这个猜测 就说为什么陈丹青老是捧这个沐昕呢 他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也怀疑过 但是从昨天晚上到现在 我看了你整理出来的 这个沐昕讲述的 这本书的名字叫文学回忆录 在咱们这个枪枪三人星节目里 这算处女处女漏 这个书刚刚印出来 刚刚印出来 很快就 等于现在书店很快就有了 叫文学回忆录 1989到1994 就是他在纽约给我们这些艺术家 十来个人讲了五年的世界文学史 五年的世界文学史 我看了之后 我觉得我有些理解你了 就说为什么说沐昕 而且你知道我看 因为咱们做节目的关系 我看不了这么多 我看的时候 我有一个感觉 我不知道徐老师有没有这个感觉 我就觉得羡慕 羡慕他们能碰到这样一个老师 其实我觉得算是一种良师益友的聚会 一种同道中人 同好中人 大家搓着一个老先生 跟我们讲课 甚至老先生生活可能还有点贫寒 给老先生凑点学费 在纽约 你想一些中国的画家 艺术家 就这样的一个 我把它叫做成年人的私塾 咱们可以先看看这个照片 他带来的 这就是沐昕 这是他多大年龄时候的 67岁 这个是我们整个世界文学史课 在1994年元月结束以后 开了个party 在这个party上 我说长得很秀润 是吗 长得很秀气 这个人 这是浙江人 乌镇人 乌镇人 也死在乌镇 死在乌镇 对 你看下一张 这张照在1991年 左右 穆辛当时63岁 正在给我们上世界文学史 那一年差不多讲到已经18世纪文学了 曹雪芹 还有英国法国文学 你再看下边这一张 这张早一点 这张是1987年左右 我记得 当时我就带了一些中国的艺术家 去陆续认识了穆辛 就大家就特别喜欢听他聊天 大家注意这带领带的白衬衫的这个是木星 我们都坐在地上 饭菜也都在地上 因为人多 话外还有人 你看 这个是我觉得兴趣小组啊 就席地而坐 你再看下边 这是在谁家啊 刚才那个照片的另一个角度 另一个角度 最右边就是你了 最右边是我 对啊 呃 我们当时的年龄是30出头 呃 他是60多点 木星给我们开课的时候是60 呃 62岁 62岁 所以你看啊 就是80年代 在那时候我在中国呢 你们有一群中国的这个文人艺术家画家啊 在纽约 呃 有这么一个老人 他们在上着一个课 世界文学史的课 就这么一种方式 嗯 上了五年 而他呢 做的这个笔记啊 五大本 你看他做的这个笔记记得是非常详细 哎 我素记还可以 就只要你在说话 我就能记下来 啊 有这个水平 当然会有脱漏 但是就差不多是这样 因为他语速很慢 语速很慢 然后呃 他是上海人嘛 这个指我们平常都讲上海话 所以他任何口音 有些同学听不懂 我能听得懂 嗯 哎 徐老师 我是记得您也在美国这个的学校大大学里多年了 那个时候好像也跟一些知识分子啊 经常你们在美国有一些聚会 这个是他讲的那个讲座的时候 讲起来同一个时间 我们在芝加哥大学 我们那个算是学院了 嗯 刘凡申请了呃那个 Town magazine的创始人的一笔基金 嗯 然后就请了呃 留在副里头我 黄子平 嗯 然后我们呢 在芝加哥大学的东方图书馆 那当时来的还有什么王德威啊 杜威明啊 什么什么刘晓峰啊 什么什么 也是一个读书会 但那个是比较拿钱的 那个是我们算有一个名义的 但是也是天花乱坠 嗯 也是天花乱坠 因为芝加哥很冷啊 我还写过吗 我说那个封城外面零下几十度 嗯 那是八九年的冬天啊 就那个时候啊 大家讨论各种各样 但是核心话题是福高跟哈勃马斯 啊 那两个人是主要的 也是一种读书的气氛 也没有几个人 嗯 也没有几个人 你说八十年代的时候 那个时候人们就这么爱这个 那是一个转折 那是一个八十年代 到九十年代的一个转折点 对 他们那个呢 呃 那个木 他传给我看的东西里面 木星有一句话 我印象很深 他是讲《红楼梦》里面的诗 嗯 他说《红楼梦》里面的诗啊 就像水草 嗯 你 你不能把它捞出水来看 嗯 你混在文章里看 他这个诗是绝好的 但是你单独看这个诗呢 就像把水草离开了水这样 我就觉得这个木星 讲这些东西 我当然看的不那么全啊 但是我一个印象也是 水草 那水是什么 水是他们这批人 嗯 是这个环境 是那个独特的语境 嗯 他整个这种讲学的这个风格 这个整个这个东西啊 我就觉得这个很美 很美 这我从来没想到 或者但是你水草 但是我现在觉得我能在一部分程度上了解这个丹青兄啊 实际上我觉得你是个有心人 呃 有情人 嗯 就是容易啊 对人对人对事啊 有感情 甚至是感恩 甚至是有一种感念 要不是这样的话呀 他就不会哭 我首先我在电视上见到在木星的这个追悼会上的痛哭流涕 然后呢 他自己拿起这几本笔记本 今年年初的时候在自己家里啊 嗯 又笑又哭 嗯 而且呢 他当时记这个木星啊 记这个讲课的内容 甚至还记到呃 比如说讲完课 他们到公园里六二散步的时候 木星讲的话 他就在这这么记 哎 何以遵从到这种程度呢 为什么呢 呃 其实 不也不是遵从呃 现在先生走了 所以我们会很尊敬的说起他 呃 二十多年前 我们这伙年轻人跟他在一块 我们没有一个人叫过他老师 就是勾肩搭背木星 哎 你这是这个这个这个你怎么看 然后他就他就假笑话 就这么一种关系 呃 同是天涯 盲流人 都在纽约遇到了 当然跟你们这个圈子不一样 你们完全是一个学院的 专业的一个圈子 呃 木星自己也是画家 呃 他也从来没有上过文学史 课 呃 所以这个课 我们很难把它理解成今天的一个 所谓世界文学史课 就是很简单 八十年代我们遭遇了 遇到了这么一个人 大家都觉得他好玩 喜欢听他聊天 他有学问 有见解 呃 郑凤凯再抄一遍 因为我觉得蛮珍贵的一个记忆 呃 我并不是一个好学生 我死后再也没看过这个笔记 呃 真的是 我我我我我为什么觉得很我我很羡慕啊 因为我自己啊觉得人有一个二次启蒙或者成年人的启蒙 是 是 因为我们从小的教育都是被国家限定的呃读的这个课本 读的这个我是读敌后武功队什么长大的 那么知道什么 但是我后来发现我特别幸运的是啊 我成年之后哎 认识了一些朋友基本上都比我大十岁十几岁 都是这个兄长辈的这个人哎呀我后来觉得啊我特别有幸运就是碰到他们 有文学家有艺术家有画家其中很多也是丹青兄的好友啊 哎我就觉得多亏有他们呢给我打开这么一扇门 哎呦让我知道啊原来还有这样的文学 原来还有这样的绘画啊原来还可以这个也是美的 你知道吗就是二次启蒙 启蒙呢英文叫enlightment enlightment就是光 就是给你光 其实它有两个意思 中国人一般理解第一个意思 就是最早教你东西的人叫启蒙 所以一般我们把母亲 把父亲 把小学老师 尤其很多人的中学的语文老师叫启蒙 但另外一种启蒙 现在讲的比较多的就是禅宗的顿悟 嗯就是说你说的你读了一百本书 嗯但是突然有一本把你这一百本书都激活了 嗯之前是死了就啪一下啊原来这些书是可以这样读的 你说的太好第二种你说的太好我我正要就这个发挥发挥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咱们刚才啊说了半天 人家肯定觉得这个母亲到底说了什么 你至于我觉得总得让大家看到点羊啊 就好比说他讲的是这种内容 我可以给大家我随便找找来一些摘录啊 嗯 你看这个丹青记的啊第32讲1990年9月20号 嗯他还都著名啊 嗯这个是在谁家啊 就比如讲日本中世纪文学 嗯他讲后他讲课是个什么风格 你看啊抱着原谅的心情去看这些诗啊 很轻很薄半透明纸的木的竹的日本味非糖非宋 也不是近代中国的白话诗平静甜淡 你看他对日本诗的这种感悟啊感悟 这充满悟性的不见哪有力度深度或者有智慧出现 你要写却写不出来 这就像他们的芥末木拖鞋和纸灯笼 对你看他又是这种联想式的联想式的 比如说讲到原式物语了啊 原式物语是世界上的大小说 黄黄俱著啊 呃其实我只看过原式物语的一部分 其中一帖同湖 好的不得了 文字像糯米一样柔软 但看全本到底不如红楼梦 你看他讲这个日本的味道 日本的腔调 你们上海话讲腔调啊 对怪味道 甜不甜 咸不咸 日本腔啊 你看他就是 诗上天真很能动人 特别是讲到这儿 对这句话好 这个中国唐文化对日本的影响真是触目截然 世界上再没有两国文化如此交织 但是只是日本学中国 中国不学日本 日本的文化艺术生活都是中国模式 中国自唐以后 宋元明清赵黎可惜可以向日本取回馈 但是一点影子也没有 中国人向来骨子里是藐视日本人 其实是吃亏的早就该向日本文化要回馈了 然后他说我是日本文艺的知音 知音但不知心 他们没有多大的心 日本对中国文化是一种误解 但这一误解 误解出自误解出了自己的风格 误解的好 你看我说的就是徐老师你刚才讲的 启蒙啊 还有一个是顿悟 我听过一些老师讲课你比如说咱们都认识的阿诚老师 我经常说我说他是一种什么人 甚至他也不见得你说你到底赞同不赞同他的观点 我认为他是某种遨游在学问知识海洋当中 灵感纷飞 这个弹性一起来 你感觉到的是一种启发 处处有启发他把这个和那个联系在一起 把这个和那个联系在一起 这过去佛经里有一讲话叫大开慧解 然后还是大开元解 让你觉得跟课堂上那种老师念课本 学生在睡觉 跟我们受的那种教育完全是两个路数 悟性 这个还是担心谈一谈 我们这个喧宾夺主了 没有啊 我很高兴你摘的这些 你刚才讲到顿悟 他就讲到还会顿迷 然后他比较重视一个见悟的过程 他顿悟其实这个来自许子很多见悟 然后你如果没有到顿悟那一份 慢慢又会见迷 他其实是个见迷见悟 然后慢慢顿悟 但是意思就是说你如果保持读书 保持在一个高的位置上 看所有这些知识 他说你的顿悟的这个层次 就会一点点高上去 所以他有一句话说的蛮好 他说我们说来说去 无非给大家一个制高点 然后一览重三小 看各种问题看得清清楚楚 而且不断不断一览重三小 那么就你刚才 这句话我印象很深 不断不断一览重三小 给我的感觉好像Google Map 是 找下去 对于这个一览重三小 他说好书就是给你一个制高点 这个我很同意 还有一个也说的很好 他说有些书要浅读 不要去深读 有些书要深读 不能去浅读 例子很简单 特别老子 老子你不能浅读 浅读以后就老谋生算 老坚句话 讲全数 可你深读呢 他说你能练成思想的内加功夫 那尼采也是这样 尼采你不能浅读 浅读以后就超人 狂妄 发疯 什么这些 可你深读 深读也是这样 就是这个 这个练成思想上的一种功夫 但是他说 屈原 屈原你用不着深读 这非常美 你就浅读 你深读了 你就寻国 寻情 直接弄得 弄得 就是很 浅读就被他感动 浅读就感动 他美 还有他说 像那个 他两次提到 就是罗曼罗兰和卡莱尔 他说你不能 不能不能深读 这东西浅读就可以了 你一深读 年轻时候 一上来就把你架在很高的一个位置上 一种英雄气息 一种浪漫情怀 下不来 年轻人下不来 这都说得很好 韩非子浅读就可以了 但是这是个什么人 他实际是个中国大陆跑出去的人 对 而且某种程度上又是个民国的人 你看还是 做过老 是吧 做过老 对温哥当中受迫害 50年代就有冤案 那一代人蛮苦的 因为他49年以后 他差不多是一个壮年的时期 我们小时候看到那些叔叔阿姨这样 就正好在一个运动的口上 但是我很惊讶就是这个人 他写出东西来 他不在断层里头 他不在断层里头 你刚才说 大家不太理解我 为什么介绍他 其实也很简单 就是中国有这么多作家 那我意思就是说 我也认识一个作家 他也有好多作品 有诗有散文有小说 你想想看 他快要60岁才刚刚在台湾发表他的作品 我们中国现在当代你能找到一个人 快60岁才刚刚发表作品 然后他在大陆开始发表作品的时候 79岁 你能想象吗 他能等那么久 为什么 他有一个很简单的理由 他说我不喜欢简体字 我希望能够印繁体字 但当然还是不行 最后印了简体字 就是他79岁了 所以非常简单 我就想大家看看 这儿还有一位作家 你们不知道 你喜欢不喜欢 觉得好不好 这另一个问题 那么我完全没有想到 06年回来以后 他居然真的在 不少青年那儿 70后 80后 甚至90后 就有了一批读者 然后去年冬天他去世 去世我就得去到医院里去 然后到病医馆去办后事 他的镇上也帮着一起办 我完全没有想到 会有一百位年轻人 都是80后 读书的也有 干活的也有 就听到这个消息 微博放下 坐了火车 就赶到同乡来 然后就来送他 我非常感动 我非常 我没有想到 然后下午是追思会 追思会呢 青年大家都你一句 我一句在那儿 怀念他 然后他们都知道 我们曾经上过 他的世界文学时刻 说我们能不能看到这本书 所以才会有这件事情 此前我这五本笔记就放在抽屉里面 放了二十多年 所以啊 这是我就说你真是做这件事是有功德的 我很希望能够到时候在旁能够听他讲的这些内容 肯定很有意思 很好玩的 而且很好读 很好读 我在陆陆的过程当中 就是这个情境慢慢想起来了 因为我们大家有一段这个很有意思 就有点不耐烦听他讲史记 就是几几年几年 这个人的这个这个生平什么这些 他说你们想听我的观点 那史料和观点是什么关系 他说是马和江省的关系 但是你得跨下游马 这个说法也很有意思 这段我注意到 很精彩 就是你们一批画家就想听观点 不肯看原著 对不对 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是这样 就是最好得到一个方法 现在他们倒是不听观点 他们最好得到西方的一个什么新的方法 然后几个简单的文本 就驾驭出一个论文来 但是所有的大学问家都会告诉你 你先要回到原点 先要读很多原来的东西 你不得不佩服他在这个年龄 你知道他这个同年龄的很多知识分子 是在五十年代卷入了革命运动 然后在那里批判朱光潜 就在这么一个潮流当中 他等于是比朱光潜里之后 他们更晚一倍 从年龄上来讲 他这个年龄倍 是大陆学术界的一个断层倍 他又不是八十年代以后 陈平原他们那批 又不是李泽厚或者更早朱光潜 他这一辈其实是最受政治影响 最受政治的阻碍的这一批的人 就是我们以前说的十七年的 这么一批人 可是他是个艺术 我感觉就是当年的这个阶级斗争风暴当中 竟然有这么一条漏网之鱼 但是你看他读过的书 这就让我们很好奇 他经常跟你感叹 说你可怜 读书太少了 没法对话 这个很有意思 他怎么读的这么多书呢 你看就像子东刚才讲的 他比五四上一代人 包括比五四青年的代人 他是个小孩子 可比我们文革后出来这批人 他又是个长辈 他是二七年生的 我父亲是二八年生的 他是一个长辈 所以他到纽约以后 因为他完全与世隔绝 他不跟文化界打交道 他在公益美术单位 为了自保 做什么工作 他就是公益美术设计师 那么都是偷偷写作 偷偷画画 那么后来终于出国了 出国以后 实际上他接触到我 然后再跟接触到后来听课这些学生 是他第一次接触到 比他小一辈儿子辈的年轻人 那对接几下 他就说你们什么都不知道 你们什么都不是很惊讶 那也就是说 他并不觉得他知道很多 他经常说博学可耻 不要看那么多书 他我不是个学问家 他更不承认他是个学者 他是不是个学者 他基本上还是作家论学 对 对 对 甚至可能所谓的 如果是专家学者 还会看不上他的一些想法 但是由于你承担亲的推荐 沐昕现在在中国大陆的学术界 已经引起很大战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度 就 就